英国伦敦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著名景点像大笨中 西敏寺和伦敦塔桥 都是游客必访的景点 而12月的伦敦更是格外热闹 为了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到处都开始张灯结彩 放上各种缤纷的灯饰 并举办热闹的圣诞市集 贩卖创意小物和食品 还有许多有趣的游乐设施 范新闻带路玩家 带你一窥伦敦海德公园的圣诞市集 水游戏的音乐响起 五颜六色的灯饰 装点了传统小木屋 热食 甜点 热红酒 还有各种手工艺品 琳琅满目 圣诞节是欧美国家的重要节日 因此每到12月 伦敦就会开始张灯结彩 也会大肆举办圣诞市集 气氛相当热闹 英国人过圣诞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 而伦敦规模最大的圣诞市集 就在海德公园 Winter Wonderland 还有许多有趣的娱乐设施 小游戏 每年吸引数百万人 资的伦敦在地人 与外国旅客一起同欢 这边圣诞节感觉就有点像 我们那边的过年 然后大家就是很小就会开始准备 然后这边很多店都会有很多装饰 然后像路上都会有一些很大型的 就是亮亮的东西 然后很热闹这样子 大街小巷都挂起圣诞灯饰 走在街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氛围 让心情不禁随之雀跃 不过来到伦敦不能错过的 还有著名地标大笨中和西敏宫 也就是英国国会的所在地 英国国会至今还保留百年来的传统 女王仍然每年都会历临国会开幕 假日虽然开放游客参观 但安检相当严格 这次难得首度开放台湾媒体拍摄 其中的盛史地分堂 16世纪下一会开会的地方 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当时两边对坐议事的模式 直到现在仍被拥用 国会大厦我不可否认的 全球最古老的议会制度就在这里了 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还有英国它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史 还有它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你参观国会大厦不仅知道它的历史 还有民主政治的由来 同时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么漂亮的 19世纪维多利亚哥德式的建筑物 而历史悠久的英国国会大厦 就坐落在这条贯穿伦敦市区的美丽河畔 这条河就是英国人口中的 The River泰晤士河 很多观看客都会选择游船 来这边保览两岸的风光 更可以欣赏著名的伦敦铁桥 沿着泰晤士河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伦敦 泰晤士河被誉为一部流动的历史 记录了伦敦的兴衰 流经之处都是英国文化的精华所在 而到了晚上也别有一番风味 你也可以在伦敦塔桥上面来烈烈胆量 因为这里有个空中步道 让你可以在42公尺高的高空 来俯瞰泰晤士河 夜色下的泰晤士河和伦敦塔桥更显浪漫 不断地提醒着旅人 英国迷人的文化和风情 而尽头来到河畔的凯撒林码头 地窖内的神秘餐厅 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弧形天花板 没有现代的灯光 只有复古的照明 中世纪骑士 隐游诗人 网工贵族 在这里献上皇家表演 重现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 来到伦敦用餐 也可以变点新花样 在主题餐厅里面 有很多中古士气的衣服 很多人在这边挑选 他们的服装穿上 马上可以化身古代的贵族 来一场穿越时空之旅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歌曲吟唱 还有杂技艺人 舞者表演助兴 或者骑士的精彩对决 这连送餐用餐方式 通通都模仿中世纪风格 古典的盛宴 让所有到访的游客 不但亲身体验 英国千年的文化底蕴 更能感受到不同的英式耶旦庆典 记者沈孙山张浩普 英国伦敦采访报导 中国伦敦采访报导 国伦敦采访报导